所以呢,他们都不是实在的,所以你不要去执着他们,你不执着他们,你才会自在,就是这样的。 那么有一天啊,一个信徒啊,像一修禅师啊,就诉苦,师父啊,我活不下去了,师父啊,我现在没法活了。 这一修禅师说,你看,好好的人怎么就不活了呢?他说呀,我经常失败了,我欠了一屁股赞,大家都追着我要,所以我还不起,所以我就活不下去了,对吧? 所以一修禅师说,说那个,说那可以还钱呢,对吧?你不能说一了百了啊,你不是一了百了的问题啊,对吧? 所以说,一修禅师说了,出了死,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吗? 信徒啊,痛苦的说呀,没有了,没有了,啥也没有了,我啥也没有了,我只有什么,媳妇离婚了,跑了,对吧? 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女儿,对吧?十来岁,只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女儿了,对吧? 所以呀,身无分文,山穷水尽,一修禅师啊,灵机一动,我就说了,说,啊,我有办法了,他说什么办法啊? 他说,你可以把女儿嫁给我啊,对吧?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故事啊,一般人听起来觉得犯忌讳,对吧? 一修禅师,他解脱了,无所谓,而且他的言和行啊,都是相应的,不像今天有人啊,就吹牛皮,说大话,做事儿让人很失望,那不行,一修禅师啊,就用这种方法来救这个人, 所以我可以做你的女婚啊,对吧?你可以把女儿嫁给我,对吧?帮你啊,还债,对吧? 这信徒啊,摇头说,这个,师傅啊,你搞错了,对吧?我女儿那么小,怎么可以跟你做媳妇呢? 那不行啊,你不能嫁人啊,一修禅师就说了,那你就把女儿嫁给我,好吗? 我可以帮你,我做你的女婿,帮你还站,这信徒啊,大惊失色,是不是开玩笑的吗? 你是师傅啊,怎么能做女婿呢?对吧?这这么弄,那么麻烦了吗?对吧? 一修禅师啊,就虚弱成竹的,就告诉他,赶紧赶紧,你去吧,不要说了,赶紧回去准备去吧,向大家就宣布这件事儿,迎亲那天呢,我到你家去,对吧? 赶紧走,赶紧走,对吧?平时一向尊重,对吧?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对吧? 这位商人呢,弟子十分潜心的,潜信,一修禅师的智慧,回家之后呢,立即宣布,某日某日啊,一修禅师要到我家里来做他的女婿,做我的女婿,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啊,立刻轰动了全场。 哎呀,大家就奔总宣告,哎哟,这一修禅师到底怎么了?对吧? 这和尚到底怎么了?当然今天的日本呢,出家人都是有家室的,但是当初是不可以的,对吧? 当初还是没有家室的,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惊讶,但是呢,又很好奇啊,人都是这样啊,又是惊讶又好奇,好奇就想看热闹。 所以到了那一天啊,这五,看热闹的人啊,围得随屑不同,对吧? 这个时候,一修禅师呢,迪达之后就吩咐啊,在门前摆了一张桌子,把那文房寺宝放在那儿,所以这禅师啊,当众辉豪,写字,对吧? 这个,写完字呢,往旁边一放,大家看着看嘛,觉得好,书法家,对吧? 然后就开始掏钱买,那个,写了一天呢,打钱,那钱呢,弄很多很多,然后一修禅师说,请问够不够你还债? 够了,那好了,那我,这个女婿我也不做了,对吧?所以就回去了。 所以一修禅师啊,这个袖子一摆说,好了,问题解决了,这个女婿也不用做了,还是做你的师傅吧,所以啊,再见,可见呢,这个是要需要智慧,对吧? 我们今天,呃,面对一些问题,是不是需要智慧呢?也是需要智慧的,你不能干仇,或者自杀,或者可能自己折磨自己,我想这都不是一个办法,对吧? 不妨啊,不妨怎么想想办法,用复法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想是可能啊,解决的,也是一定能解决的,只要你愿意,对吧? 你只要你用心,是完全可以的。 一修禅师,因为不执着身相,所以,以巧妙的智慧,救人一命,对吧? 上造七级浮屠啊,所以学佛者禀出诸相,心如清净宝珠,才能以此光明度尽明暗无依无靠的众生。 否则的话,来求师父,师父抖了手,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对吧? 那我觉得,那慈悲就没有真实的内容,对吧? 我想,我们要讲慈悲,那就要有办法,对吧? 就要真正的去帮别人,哪怕出一个主意也好,对吧? 真的,关键时候,虽没有办法,那请问我们学佛干什么? 我认为,只要你学佛,只要你遇到困难,只要你真学佛,你一定能有办法,没有办法,对吧? 你找我来,我相信,对吧? 我也不是万能的,但是我们用佛法来解决你的问题,一定会有办法。 那么,此份呢,也就是十四份呢,以五百事,做忍辱心人为例,来警醒世人,警醒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行为,应该申解第一般若意志。 什么叫第一般若意志?就是智慧,没有智慧,你不能忍辱,没有智慧,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功德,对吧? 没有办法,没有智慧,你就不愿意去不思,没有智慧,你怎么样啊?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所以有了智慧,才是最关键的,叫般若般若意志,心离相无助,不思,这个怎么样啊? 行如稿木,面如死灰,不是这样的,对吧?应该啊,活得兢兢兢兢的,应该活得很有成就,不是低头上气,不是整天的,对吧? 让人感觉到很可怜那伙的,都不是这样的,对吧?应该是怎么样?活得很自信,活得很快乐,活得很自在,对吧? 活得很打滚,这样才是真正的佛教徒。 同时呢,也不是啊,装神弄鬼,也不会求玄啊,做怪,对吧? 佛教徒经常会有这样的故事,对吧? 就找人算一贯,对吧?去那个,问个事儿,然后呢,其实我跟你说,你去看对方,他那德性,还不如你呢? 我告诉你实话,对吧?你自己要真明白了,我告诉你,死活你都不让他算,对吧? 我曾经,有一天,我到课堂去,去给他做的,那天做三十七年,对吧? 那我们的这个真出家人,有时候,他要面子,要自尊心,要威仪,那来了之后啊,人家问他,他不爱讲,拿着一个纸,给人家看,你去看。 说起实在的,服务态度不好,真的,你看那甲盒人,服务态度多好啊,事实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说,你去看那甲盒人,人家服务态度不好,你咋干呢? 对吧?而问你,你应该告诉人家啊,对吧? 你老蹲着架子,谁理解你啊?是,你是真的,我也知道你是真的,你活得特有尊严,你活得特别好,对吧? 可是,可是,你这样一弄,你看那甲的市场,你看,对吧?这东西怎么说啊? 这甲的服务态度好,真的,就那道貌人,你想想,这是一个反差,这种反差很大, 人家对我们有意见,你看看人家的服务态度多好,那人家的多好,你看你就好像我们欠你钱似的,对吧? 那反差挺大,所以我们也就在要求,但是你说要求,今天你今天要求,明天他就能改啊? 不一定,也就是说江山一改,秉信难以啊,这东西很难办,真的很难办,对吧? 过去讲,神明管一迎兵,不管一世生,对吧?都有个性啊,对吧? 你管生了不行,管浅了不行,对吧?你不管也不行,对吧? 所以说,大家,当你融入佛法的时候,你就要深思,你今天不要再把世间人那个,对你笑一笑,你就跟人家跑, 你可能被人骗了,对吧?对吧?服务态度是够好的,但是走哪儿去了不知道,对吧? 大家好好想想吧,我深的东西我也不好说,对吧? 我也怕得罪人呐,你知道吗?没事我得罪那么多人干啥? 大家都都恨我,你说我咋成佛啊?对不对? 我也希望我可爱啊,对吧? 而是于现前伪逆之境,说我们不要装神弄鬼,也不要故弄玄虚,对吧? 就是面对现实,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怎么样啊?都要面对,对吧? 众生无理割结身心时,情志分明,无理取闹,对吧? 你也要心里的明明白白,对吧?无理取闹的人,你跟他讲什么理啊? 你跟他讲理,你本身你就是一糊涂蛋,对吧? 那无理取闹吗?他要讲理,他就不闹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情志一定要分明,一定要冷静,对吧? 这个很重要,随顺众生,不起称恨,不要恨他,你恨他,你就上当了,对吧? 那确实是你上当了,你恨他干什么?他本身就够可怜的,你看他一跳一跳,浪费多少能源呢? 对吧?所以他回去得多吃饭了,他可能吃不下饭了,对吧? 所以得不若妙体,献诸佛千百亿化身之下,对吧?那没有关系,对吧? 恶来恶度,散来散度,对吧? 我能制服于你,我把你制服,制服不了你,我躲着你,我绕着你,不就完了吗? 我能制服你的手,我制服,对吧? 那你散来散度啊,本来他相信因果,他有执走有怪, 那你告诉他,对吧?你不要去执着,那他就会受用 所以啊,佛法,左右逢源,不是左右为难 我们呢,没有佛法,才左右为难 所以引渡群迹,日运三十,心寂灭固 起神通妙用 什么叫神通啊?自在了,拨智慧,大神通 对吧?我神通都不能够引起我感兴趣了 我告诉你,这是大神通,最大的神通 我告诉你,那不是吗?你说你神通,你麻雀飞起来,那飞吧 那你那鱼游吧,对吧?那狗,你去闻味儿去吧 对吧?猫,你上树去吧?那你上去吧,我一点都不羡慕 对吧?你能看着什么玩意儿,你看去吧 那猫眼的,网上贼亮贼亮的 那你跟他学啊,对吧?那你看去吧 我不羡慕,那你就有智慧了 你非得跟他学,那你学,学完了,对吧?就这么回事 所以啊,金刚经是一部至新的宝典 所以我们也曾经说,曾经那一天大家 三十七年发给大家两碟光碟,两盘 我们的汉传佛教,有传承 咋的传承?一心一心 传承,对吧?就是要致心,致我们现在的分别心 执着心,对吧?恐怖心,有所得心 就是致心的宝典,对吧? 也是成佛修行的指南 那你要成佛,你要修行,那么就致心嘛,对吧? 日本有一位禅师,有开悟的诗,写道 心冷如水,眼中似火 心冷如水,我不执着不挂,但是 眼中似火,对吧?我看问题 还要就看,不是拒绝 但是看完了之后,我心里不执着 你不看,你不行啊 你不看,你怎么锻炼呢?对吧? 你不看,你没有机会啊,对吧? 意思就是,我们学佛人,要有智水,指尽世间往向 对吧?所以,心冷如水,要静下来 对吧?眼睛似火呢?那就是纷纭复杂的像 但不能暴旋手,成娇雅败总 还要以大悲心,大悲的这种热力来照亮人间 就像你的火一样,你还要看,你还要面对它 但是你还要救人 虽然如此,你的心要怎么样?如止水一样 所以你一定要冷静,对吧? 要救人,要帮助别人 要去度化人,但你的心里,就像如如不动 就像金刚经说,不无量众生,却无有一众生可度 那就是这里面所说的,心冷如水 对吧?眼中似火 眼中似火就是要度量众生 那么,心冷如水就是没有一众生可度 那么,眼中似火就是世俗地 心冷如水就是真理 对吧?世俗地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世俗地 你去分,你去分,分不清 对吧?你去做,一定能做明白 这样才能够把佛法的光明 对吧?带给人间 对吧?解决我们现实中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佛法不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那么请问,它还有生命力吗?没有生命力了 对吧?所以金刚经处处要我们去掉眼衣 什么叫眼衣啊?眼睛里啊,起那个膜啊 摆那张吗?对吧? 看什么东西?看不清楚 朦朦胧胧的 把那层膜把它弄下去 就眼衣,对吧? 弄下去之后啊,离象无助啊,马上就没有了 对吧?但不是拔无因果 没有是非颠倒的原则 不是拔无因果啊 不是说,哎呀,那服输了 没有好,没有坏 没有高,没有低,没有贵贱,没有没草 对吧?不是没有 只是让你不住在上边 有没有,有啊 世间的游戏规则就在那儿了 你本来是个大坏蛋 然后你就说你是好的 那怎么能行呢?那也不行啊 对吧?你是坏蛋 不行,要改 对吧?但是你虽然变成好蛋了 你依然不能执着自己是好 你如果你执着是好坏 那你还是局限 我说的是实话 对吧?按照金刚经的道理 就是这样的 而要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无所住是般若志 生其心是大悲心 对吧?应无所住怎么样啊 你就不记住了 无所住吗?但是而生其心 那你还要面对现实 对吧?你还要去广街善缘 你还要浮在心中 露在脚下一点点去走 对吧?你不能说我缺佛了 我谁也不面对 就像我们前几天说的 说我谁也不见 对吧?包括我家里的人 对吧?我不理他 亲亲,我全部理他 我就在屋里闷着 对吧?我说你还闷得住 真是功夫 对吧?那真是功夫 他真的闷住了吗? 对吧?真的闷住了 那他就不说这些了 对吧?真闷住 还说这些干什么 那么要开发无限 性德的妙用 空有兼之 悲至双运 对吧?要性德 那就是 那是空性啊 对吧?你要开发 你不开发 我告诉你 你跟他不相应就没有用了 但是 悲至双运 那你跟空性相应了 你完成了智慧 那无限的智慧呢 你没有大悲心 不行啊 悲能拔苦 帮助别人 这很重要 如车之双轮 鸟之双翼啊 对吧?你想想 我们今天啊 很多人呢 有智慧 但是没有悲心 那就等于车去个轮子 鸟没有了翅膀 但有人的悲心很重 但是没有智慧 还是缺一个轮子 缺一个翅膀 都不行 对吧? 所以啊 不能偏废 所以啊 要深知 经常进了义去 就要 先发 第一稀有之心 稀有之心 什么叫第一稀有之心 要觉悟 菩提心吧 第一稀有之心的 对吧 所谓 学到容易 入到难啊 学到容易 入到难啊 你看 一个佛 那个字啊 是那个丹利人 人人都具佛性 人人都可学佛 只要你愿意 你就能走进来 就学到容易 对吧 入到难 旁边是个佛 佛是你必须 不是人的价值观念 才能成佛 但是我们今天 老是用人的价值观念 来衡量佛法 我告诉你 成不了佛 障碍 所以说 学到容易 入到难 入到容易 手到难啊 你能够 很久的坚持下来 那太难了 对吧 你只是一高兴 头脑一发热 把你进来 或者你做点功德 对吧 你能够坚持下来 那确实很难 对吧 手到容易 悟到难啊 坚持下来啊 有的人也能坚持下来 但悟到啊 没有悟 就是没有醒 没有醒来啊 更难了 醒来的人就更难了 悟到容易 发心难啊 对吧 悟了也悟了 一切法如幻如画 但是发心啊 觉悟的心啊 能够跟别人一同来享用啊 能够帮助别人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太难了 所以啊 我们读诵金刚经 往往只是受施 半部经 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 空 引 离四相 不住诸相 就会怎么样 你只半部 你就知道空了 于是呢 你就 陷在空里面 不出来 哎呀 反正都空了 反正都空了 对吧 不能自拔 不知诸佛之法 都是圆容无碍 平等无二 不可以偏制于空有二边 对吧 不可以 偏制于空有二边 就是你执着空 错了 你必须面对有 而感悟空 你必须在空中去面对有 这样的话 才是圆容无碍 才是同体大悲 才是无缘大慈 才是 剥弱智慧的妙用 否则 你说你光读到空了 一切违法如梦 换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你也知道了 原来是空 那么你就死心塌地 整天傻事也不干了 觉得我也不经商了 我也不对家庭负责了 我也不做功德了 我什么都不干了 这是错误的 在友善来完成空 在面对现实中 去感悟空 这才是学佛 否则你就是断灭空 对吧 当然你执着那个友啊 永远不变 哎呀 你这个英国啊 你不变了 你老琢磨干了一件事 你永远都挂爱这件事 那你依然完了 因为你那个友是自信友 不可能自信友 也不可能断灭空 所以在空友上 应该 云荣无碍 应该互动 互相促进 对吧 才使你会活得自在快乐 解脱 要成就 人中第一稀有者 繁荣 帽胜 菩提的妙果 要怀抱 心冷如水 眼中似火 以炙水来沉浸 妄想分别 以悲火来成熟 友情众生 对吧 悲啊 悲蒙拔苦啊 所以你要去帮助众生 对吧 那么你的智慧呢 你心里如如不动 这样的话 才会怎么样啊 相得一丈 自立立他 在立他中完成自立 因为自立 所以更好的立他 因为立他 所以能够更好的立于自己 这是永远没有办法分隔开来的事情 你是分是分不开的 你一旦分 你就是二元 其实他本身是平等 平等也不是一 对吧 是平等 是互相的增上 互相之间的圆满 那么这是第十四份 那么让我们走进了金刚经 第十五份 赤金功德分 第十五 那么经文呢 是这样的徐菩提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初日份 以恒河沙等 深不思 日中分 福以恒河沙等 深不思 后日份 以恒河沙等 深不思 如是无量 百千万亿劫 以深不思 若负 如果有人 文字经典 信心不腻 欺负 胜比 何况 书写 受施 读诵 为人解说 徐菩提 以要言之 事经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宾功德 如来为发大称者说 为发罪上称者说 若有人能受持独送 广为人说 如来 习知是人 习见是人 这的成就 不可量 不可称 无有宾 不可思议功德 如是人等 之为何但 如来 阿弄多罗 三秒 三菩提 何以故 徐菩提 若 乐小法者 着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则于此今 不能听受 读诵 为人解说 徐菩提 在在处处 若有此今 一切世间 天人阿修罗 所应供养 当之此今 则为是他 皆应恭敬 坐里围绕 以诸花香 而散其处 这个很微妙 真的很微妙 告诉我们呢 你这个不思 还是要完成圆满的不思 完成无漏的不思 而不需要有漏的不思 择向的就是有漏的 那不择向的就是无漏的 经文的意思是说 佛徒为了进一步说明 持经的功德 你以为持经刚经 会怎么样呢 有功德 有功德 有大功德 对吧 那么持经刚经的功德 佛徒啊 就打一个比方说 须不提啊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 在早晨之际 早晨起来的时候 以恒河沙等不思 中午之际呢 又以恒河沙等生命不思 夜晚的时候呢 也以恒河沙等生命来不思 对吧 早晨中午晚上 都以恒河沙 那个树木无量无边的 数不过来数不过来的 那么多的生命去来不思 身体和生命来不思 对吧 如此一天三次不思 经过了百千万亿劫 都没有间断过 经过了百千万亿劫 无量无量的劫 都不间断 从不间断 这个人所得到的福德 真是难以称了 没有办法去计算了 对吧 我们今天想想看 我们第一个福报很小 第二点呢 我们的生命啊 很短暂 第三一点呢 我们自己的发心很有限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从这个去比 而我们没有办法 从这个去比 就更没有办法 同佛的那种圆满的不思 去比了 对吧 所以我们都需要一个对照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 同佛的这种 有相的不思 这么大的不思去比较 但是我们终究可以选择 都市金刚经不着相的不思 完全就可以的 完成圆满的不思 但是如果一个人 他只是听闻了 这部金刚经的经意 能够深信不疑 能够深信不疑 误得不若空性 对吧 你深信不疑了 你能够误到空性啊 那会怎么样啊 发心一教羞耻 那点羞耻啊 你闻到了 听到了 相应了 发喜充满了 怎么样 发心一教奉行 去羞耻 那么他所得到的福德 胜过以生命不思的人 而且生命不思 横河杀术 无量无边 无量阿僧体力 你想想看 这个数字 没有办法衡量 没有办法去衡量 胜过这样的人 更何况 讲此经书写 首次读诵 为他人解说的人 对吧 所以法师是 最不吃亏的人 法师是 对吧 法师占了大便宜 对吧 你想想 更何况 为他 讲此经啊 去书写 那么去印的人 跟书写 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授词 对吧 你亲自去读啊 去授词啊 那么读诵 为他人解说的人 为他人的解释啊 都是假的 你还执着什么 对吧 一句话 典行了梦中人啊 对吧 那功德无量无边 对吧 他不但明了自己的本性 更能够使他人也见性 有人说见性 怎么样见性 这就是见性 见到空性就是见性 你是空性 我也是空性 大家都是空性 就是见性 理论上是这样 你若能够面对众生 云云众生 对吧 不烦恼 不挂碍 对吧 不执着 那你就是见性 对吧 那见性 理论上见性 而内心的感受上的见性 那是需要修的 对吧 我恩是修 要修出来的 对吧 所以啊 所得福德 就不更加不可胜诉了 就不可以思量了 对吧 所以 所以界性和界性 界事物的真相 界真如法性 那个才能够彻底的究竟的解脱 那是跟金刚经告诉我们的 恰恰是这样一点 须不及啊 总而言之 这部经所具有的功德之大 不是心能所思 口所能意 称所能称 耻所能量的 他中过须弥山 是吧 深域沧海 不但功德大 而且呢 毅力深奥 功德也大 毅力也深奥 是吧 深邃深奥 是吧 确实不是我们 常人所能够想象得到的 常人都是着相的 我们今天不着相 那我们就不是常人 对吧 所以说 他深奥 是如来单独为那些 发大蹭 菩提道心的人 以及为那些 发最上佛蹭的众生而说的 那你今天 扪心自问了 那你今天 是不是 发大蹭菩提 菩萨道心的呢 是不是 发最上佛蹭的众生呢 那应该说 你是 要不然的话 你不会坐在这里 甚至我可以说 你不会坚持坐在这里 对吧 你可能听了几分钟 你就溜掉了 因为 你会觉得 这是啥啊 我也没听明白 对吧 所以说 有缘呢 有缘呢 真是有缘 没有缘 让你来 你也不来啊 对吧 所以 有缘是很难得的 是修来的 素式姻缘的 如果有人 能够受此读诵 金刚经 并且 广为他人去演说 如来啊 会完全的知道此人 你不要认为说 佛不知道我啊 佛知道你 也知道我 不可思议的功德 不可思议的功德 对吧 不可思议的功德 不可生 不可量 那是成佛的功德 对吧 你如果你能成就 那你将来一定能成佛 只有这样具备 剥弱智慧 而又能够读诵 解脱 解说精益的行者 修行人 对吧 那你读金刚经 你也在修行 对吧 你接受他 你消化他 你改变自己 就是修行的过程 那么这样的修行人 才能够承担如来 无上正当正觉的家业 我告诉你 最富有的家业 就在这儿 对吧 你如果能 你就能够承担如来家业 如果你就不能 让你承担 那你也接受不了 你也会误了大家 对吧 为什么 须不提亚 一般乐于小法的二创人 执着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对吧 一般乐于小法的人 总是比较局限 比较狭隘 老师认为我 我要成阿罗汉 我要解脱 对不对 我见 对吧 那么人见呢 是我要帮助别人 众生见呢 云云众生 对吧 它总是在分别着 受者见呢 寿命的长短 它总是在分别着 对吧 那么对于不仅仅寿命的长短 宇宙万有 存在的世界 也是一种受者像 对吧 那么对于此步大乘 无相无助的经典妙异 就是金刚经的 对吧 空无相无作 三解脱门 是无法相信接受的 小畅人没有办法接受 那么请问我们这些人能够理解 能够接受吗 这个很划一个问号 对吧 因为不仅仅是坐在这里听 而且真的要消化 真的需要受益 真的要去行动 对吧 才是相信 是基受的一类修行人 更不愿意去读诵 更不用说 为他人讲说 对吧 很多人并不愿意去读金刚经啊 并不愿意去读诵啊 并不愿意为他人讲说啊 当然 为他人讲说需要自己受益之后 为他人讲说 如果你没有受益 你会怎么样啊 你可能就会变成这样 变成什么样啊 干坏事了 安慰自己 反正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干坏事 为干坏事找借口 哎呀 那是非常可怕的 我告诉你 真的很可怕 或者呢 对吧 不负责任 反正都是假的 我不负责任 那也是很可怕的 在原体上通达星空 在星空上要感悟缘起 所以要承担 要负责 佛教徒不能耍滑头啊 我告诉你 很多佛教徒很滑呀 那滑不留守 抓都抓不住 对吧 这个不行啊 要承担 要负责任 对吧 为法忘区 那你才是承担啊 洪一大师说 殉道应流血 你留过血吗 你没有 他不需要你留血 对吧 你真的能承担就好 对吧 西伏提亚 剥弱智慧 所在 即人人贵 人人尊 处处贵 剥弱所在啊 那你就有 那你就 而且你不但尊 而且还贵 对吧 因为那是大智慧 对吧 可见呢 无论何处啊 何时 只要有这部经典 所在的地方 一切世间 天人阿修罗 都应当 恭敬 恭养 对吧 经典 所在之处 怎么样啊 天人阿修罗 都应当 恭敬 恭养 三善道的众生 都应该 恭敬 恭养 那么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人 我们是 信佛的人 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是跟金刚军 有缘的佛教徒 那更 责无旁贷 对吧 应当知道啊 此经所在之处 既是塔庙 对吧 塔在哪儿 就在这儿 庙在哪儿 庙是在这儿 对吧 你说在哪儿 就在这儿啊 就在当下啊 对吧 一切众生 都要恭敬的顶礼围绕 那你恭敬的顶礼围绕 绕什么啊 佛之所在 经典所在 既是佛之所在 佛就在这儿了 在哪儿了 对吧 这是空性 你跟他相应了 他就是空王 你也是空王 你至少是空的实践者 对吧 那你肯定有缘啊 对吧 一切众生 都要恭敬的顶礼围绕 以芳香的花朵 陕西四周 虔诚的供养 对吧 我们也发现了 对吧 那么供养之中呢 有香花灯涂果药 对吧 那么 很多人呢 这个 初一时五啊 平时 这个上馒头 上什么 这当然是供养 也是一种食物供养 那么还有香 花 也是一种供养 而且这种供养 就是代表我们的心 代表我们跟金刚经去相应的那颗无所得的心 那个时候你和金刚经完全的融入了一体 那你是真正的受益 那你是真正的受益者 为什么让你重视那种无所得的不死 而不是去执着用一个局限的狭隘的数量去计算的 哪怕不可争不可量 依然是局限 你终究不能够完成 无所得的那种不着相的不死 所以而无所得不着相的不死 才是我们修行的最高境界 完成一个不着相 不执着 没有挂养 那你才是真的大自在 以前所讲的十三分钟 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刚经啊 这个第十三分钟啊 佛陀称乙恒河沙等生命布施 和寿石四具祭等比较 比较他们之间的功德 那么进入第十五分 当然了 那受持四具祭的功德 当然要大得多了 那么不可思议 对吧 那么进入十五分 此分之中为了更显明受持经济的功德 佛陀移友人每日三分 早中晚吧 对吧 用恒河杀树的生命来布施 且历经百千万亿节不断 对吧 那我们每天呢 都以这个 这个 用恒河杀树的生命来布施 对吧 布施呢 而且经历百千万亿节 而且不间断 一直坚持下去 对吧 如此无量无边的生命布施 仍然比不上受持金刚经的功德 大家好好算成账 对吧 你算完账之后 你打算怎么办 你的生命有限 对吧 你不可能保证说 你一直在进行着 对吧 早中晚 对吧 无量的恒河杀树的生命布施 而且一直能够坚持下来 你不可能这样做 但是你却能够怎么样啊 受持四句计 那你可以啊 这个你很容易就做到了 当然这个因缘 也不是所有人能够做到 对吧 我们闻到了 觉得相互比较之下 我们应该选择 受持金刚经四句计的功德 那么佛陀反复 以七宝 等生命布施 和受持四句计者 相互比较 主要是建立在 大家对于 剥弱功德的信心 大家你要知道 你要建立 对于剥弱的 信心的一种建立 原来她是佛的母亲 对吧 你要成佛 你必须 依靠这样一个母亲 你才能够完成一个 脱胎换骨 你才能够重新的生出来 对吧 当然这不容易 但是我们有希望 这样信心的建立 只有这样 如是 祝信心清静 对吧 你的信心才会清静 你才会 如如不动 百折不恼 任何影响你 任何来诱惑你 你都无所畏惧 那现在我告诉你 你要读金刚经 那么你本来说 因无所住 而生提醒 那边 对吧 怎么样 那边说 还是一个高僧 灌顶 那个大德来 来怎么样的 你马上跟着跑了 请问 你能够同 须菩提去比吗 须菩提说 到 佛道道理天 为母说法 回来那一天 对吧 那么莲花色比丘尼 第一个 冲出去 跑到最快 然后顶礼佛主 佛陀告诉他 你不是最先见到我的 因为须菩提说 能够观物空性 能够观照空性 即使见到佛了 所以他没有出来 佛陀说 最先见到我的 是须菩提 那么请问 我们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 最先见到佛呢 对吧 不要去东奔西跑 忙修下恋 应该反省 对吧 因为我觉得 讲金刚经 讲到今天 这句话要讲 对吧 那不讲也不行 当然你说 你还要练一练 也可以 那你出去练练 对吧 我就怕你练得 对吧 不是东南西北 晕头算下 这恐怕就是这样了 所以大家怎么样 要主义 要顺思 顺思 那么如是降服我等事项 那波罗空性 那波罗空性就能够 没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有人说 没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我怎么办 有 这是假的 这是一个 缘起的像 所以你就不要挂碍 你不要执着了 所以你就打破了 这四项 对吧 如此才能 何丹如来 辅主的弘法家业啊 我这次也想告诉诸位 法师所在的空间是狭小的 这个平台是不大的 但是诸位的空间确实很大的 尽管你个人的空间很小 但是每个人的空间 空间加起来 却非常之大 所以你们是什么 你们是种子 你们是火 你们可以去 生根 你们可以去发芽 你们可以去传播 对吧 你们一定能 因为 法师在这里边 就是做一个 基础的 这样的一个训练 你们 是需要怎么样 在身体力行 在你的现实生活中 跟你的有缘人 去怎么样 用身体 用力行 用口说 去影响他们 对吧 我觉得这非常之重要 法师的力量比较小 不论法师 对吧 有光盘也好 毕竟影响的人群 比较狭 对吧 但是人的力量就很大 对吧 与其让我们传播是非 那么为什么 我们不去传播佛法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传播佛法 功德无量 传别是非 肯定是轮回堕落 那我们为什么 不去传播佛法 别说是进播法 是讲的 说佛说的 我觉得一定有权威性 我没讲什么 我哪有什么办法 佛说的而已 对吧 就四点呢 那么这一分呢 也分四点呢 来探讨 第一点呢 一节舍命 不如敬信 对吧 这个百千万一节 你把自己的生命都舍出来 你不如清静的信心建立 对吧 第二点 微妙般若 贯通全实 这个般若啊 智慧啊 非常之微妙 它贯通全实 根本质和方便质 对吧 三 乐二乘法 不如究竟 二乘法啊 你指着 有漏的人物啊 你指着 这个我像人像 众生像受众像 所以呢 不圆满 第四 般若佛母 天人礼敬 所以般若是什么 般若才是佛的母亲 如果你没有般若 你说哪是大法传呢 波罗波罗蜜才是大法传 有人瞎说瞎讲 那是要负责任你 对吧 那我们今天对照金刚经 就告诉你 法传就是波罗波罗蜜 不是别的东西 对吧 而且波罗波罗蜜是要靠你去与之相应 不是今天说一说就完了的 所以你要清楚这一点 那么所谓 日日三分过无量节 以恒河沙等生命不施 此不施的功德 福利谁多 仍过三界 有为的业报 有没有 有 功德都有 有福报 最有福报 但是仍然狭隘的 在三界内 很局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圈子里 顶多是升天了 要不就堕落了 在这里面拽有 所以是有漏的 所以是三界有为的业报 不如也有人闻此经典 一念信顺 就是你要相信他 你要去横顺他 跟他去相应 解波罗无助之妙 能够消化 能够理解 波罗 波罗空性 不执着 不住在任何一法上的 微妙境界 对吧 那如果我们能这样做 那你真的是 不是凡人 对吧 否则那都是瞎讲 乱说而已 对吧 此分再次肯定 波罗无相无助 为什么无相无助 因为没有实在的相 所以是无相 为什么不住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 住在上面 因为一切都在变化 所以要无相无助 因为无相无助 所以呀 这个功德 才是不可思议 因为不可思议 所以呀 它才是成佛的根 感谢 捏心 你们肯定们 以为你这是承 ark位 say 我